北市府的記者會 收治病患的醫療院所 進行橫向相關治療 作為個案處理的意見交換 另一方面 衛生局也已經 下令各醫療院所 針對這一次相當罕見的症狀 包括拜診宜休克 肝衰竭等 全面清查即刻回報 另一方面 衛生局也針對 不只是這一次 包括案發的果條 和粉 還有相關整個料理過程 所使用的各項食材 包含料理包等 做全面的清查 以及相關資料的收集 在保局的部分 其實今天也已經 約談了四家保險業者 也全面的檢視 相關保單的內容 以及理賠的範圍 那也要求限期兩日內 做回覆 那另一方面 法務局也已經 全面提供 目前相關病患 以及受害者家屬的律師協助 以及建立了單一窗口 同時只要家屬同意 法務局會全力來協助 假扣押的申請 社會局也已經完成 全面所有家屬 以及受害者的仿式 社工人員也都對接 那必要時也提供 包括緊張救助 心理諮商的各項協助 那也已經發放回問金 那警察局在第一時間 也全力的配合 警察官的指揮調查 那這一部分 我們都會持續的進行 那第一時間也都相關的資料 文件證物等全面的查扣 接下來我就先請 衛生局成員局長 來向大家說明最新的進度 好那各位現場的媒體記者先生 朋友們大家好 那接下來由我代表來說明一下 目前相關案例在衛生局處理 跟了解的一個狀況 那首先跟各位說明是 昨天的記者會已經有跟各位報告 就是台北市有八家一例 那一例是因為那個 一個家人 然後有一個小男童 他到這個官方院就診後返家的 那我們目前已經確定釐清 他就是一個跟本案相關的 一個食物重疊案件 所以目前是增加兩例 變成11例 那增加了兩例呢 分別來自於這個 他們前往了台北醫學大學 附設醫院就診 跟馬街醫院就診 那就診之後 經過醫師的評估跟檢查之後 那目前返家休養當中 那另外額外報告的事情是 在新北也有通報三例 有基層醫療這邊通報之後呢 那經過醫療的服務之後呢 那目前病人返家休養 那台南也有通報兩例 其中一例是重症 目前病危當中 另外一例也是就診之後 反家 那會談到台南這個重症是因為 這一例在我們台北市联合醫院的仁愛院區有就診 那他的肝指數當時也是八九千 是非常高 那我們當下醫師的判斷 他必須要住院 但是因為他個人的因素必須要回台南 所以目前這一例在台南目前病危當中 那我們台北市的這十一例呢 目前是兩例死亡 四例離院 就診後離院返家休養 另外四例是在家務病房積極的救治當中 另外一位是已經轉進一般的病房 逐漸的恢復當中 那這個是關於本市目前所掌握到的案例的相關的說明 那接下來談到的是剛才 我們在今天早上 在市場指示下 我們已經發函 請台北市的37家醫療院所 針對3月17以後 在就診的病人 目前呢 在醫院中 是屬於肝衰竭 跟敗血性休克 而且診斷原因不明的案例 做一次普遍性的清查 那找到這樣的案例之後呢 我希望醫療院所可以釐清他們相關的飲食的部分 是不是有到過保齡等等的這些餐廳使用過食物 如果有的話 要即刻的向衛生局這邊通報 我們積極跟醫療院所一起來配合 來處理這樣子的一個疾病 那再來就是 在市場指示下我們 請醫療院所照顧相關的這些病人的醫療院所 我們成立了一個訊息交流的一個平台 主要的目的 因為這是非常非常罕見的一個食物中毒 那需要各醫療團隊集思廣益 互相的交換怎麼樣的治療的方式 可以挽救病人的生命 所以目前這個平台正積極的運作當中 那其次就是我們也要呼籲在台北市的市民朋友們 如果在3月17號到3月24號之間 曾經到保齡 這個去服用餐點的台北市民朋友們 如果您有噁心 疲倦 嘔吐跟腸胃不適的症狀的時候 我請市民朋友們要謹速的就醫 由醫療機構來積極的判斷 是不是跟食物中毒有關聯 那我們會即刻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 來協助市民朋友們處理這樣的問題 那最後呢 關於這個我們昨天 因為我們不斷的去討論這個 所謂桂仔條跟河粉這個事情 那我們往上溯源 然後往下去追蹤 把相關的店都停止營業 把相關的食材的作業都暫停 那我們今天還會持續的 包括醬料 使用的料理包 包括它使用的相關的配套的食材 我們都一併會做處理 跟了解跟調查之後呢 一樣我們會往上追溯來源 跟往下去討論 是不是有下游的廠商 持續的在使用供貨給市民朋友 那我們會針對這一塊的部分呢 會採取更積極嚴厲的手段來處理 那最後有提到 這個昨天在保齡的清查的時候 我們將台北市有保齡相關的餐廳的作業的這些餐廳 我們一併已經宣告停業 那但是在我們今天去看 食品藥物登陸的平台 我們發現 保齡這家公司台北市的店漏燈了一家 他們今天補證 但是就涉及了食安法相關的規定 有刻意的漏報這些職業的地點 那這一點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即刻也請這一家額外漏報的店 立刻停業 那我們正在研討 依據食安法 我們可以採取的額度 最高可以罰到300萬 那我們現在正積極的研議當中 對於這家漏報違規的店 僅僅嚴格的處分 那這是目前我們衛生局 在處理保齡的相關的案子上面 的最新的進度 接下來我請法務局聯局長 來說明目前處理的最新進度 在這裡跟大衛報告 就是昨天其實一直都有爭議 有關於國泰產險保齡的兩張保單 到底有沒有效的問題 今天法務局在中午的時候 有邀國泰產險 新安東京還有國泰產 到府來說明 那這兩張保單狀況是這樣 就是保齡公司在去年12月的時候 有經過國泰產的催稿 但是因為沒有繳保險費 所以這兩張保單其實並沒有失效 但是我們府內同益去機查的時候 他還是拿出了這兩張保單 一張是產品責任險 一張是公共意外責任險 所以這部分 相關的開發衛生局今天會繼續進行 那在這兩張保單沒有效的情況底下 我們也今天請了遠東 還有遠東B3的大時代廣場公司 來府內開會 那目前遠東百貨S3的保險公司 也是國泰產險 那大時代廣場他的投保公司 是新安東京產險 我們也要求這兩間保險公司 在這兩天內 就本次事故是不是在他們保險城堡的範圍內 做出對有利於受害者的解釋 兩天內回復法務局 那最後就是市長指示 因為本次事件已經符合我們的重大消費災害事件 所以我們已經請動相關的律師協助 目前配合社會局 在每一受害家屬都有一社工一律師 那如果受害的家屬有意願要提起假扣押或相關的法律諮 律師的費用都會由法務局來承擔 那相關的事情也尊重家屬的意願 即可進行中 以上 好 接下來我請社會局 邀書人局長來說明我們相關社會局處理的進度 好 社會局這份報告 我們在昨天由副局長這邊到每一個醫院所 就是醫療院所去了解整個一個家屬的需求 那針對每一個案家目前在等候醫療過程當中 真的是非常的沉痛 那我們在這裡也提出了我們相關後續可以的一個服務的內涵 那我們在今天也自登了慰問金 那另外我們在所有的一個這個所謂的死亡跟住院的這個案家當中 也將法務局的一個律師的一個支援跟資訊及名單跟家庭這邊來做一個媒合 那也希望透過後續的一個訴訟協助能夠讓這個所有的家庭成員在對於訴訟的一個需求的情況之下 可以免於這樣子的一個困難 那另外的話還有其他的一個這個我們的這個案例 他因為緩家或是回到居住所 那可能不在台北市 那我們也協請了桃園跟台南這邊的社福單位來協助相關的聯繫 以及相關的一個所謂的衛族的動作 那這個部分上來講的話 社會局也會滾動式的針對岸家後續所有的一個相關的一個需求及服務 我們會來提供這個我想就是說盡可能的所有的協助 好接下來我們請警察局專務卿局長來說明目前調查的最新進度 好各位媒體先生朋友 那警察局接下來報告目前檢舉偵辦的這個情形 那市長在三類二十六號的晚上六點鐘指示我配合這個保齡院的這個調查 那我們立即就通知台北地檢署來指揮我們本局的信義分局 刑警大隊還有我們台北市衛生局還有這個食藥署 那到保齡的現場我們對相關這個現場的營業的監視器 還有外面監視器做個一個保留扣押 那另外也約詢這一些這個保齡的負責人等事人 來了解他們的食材的這個處理以及進入這個流程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我們台北地區連續兩天昨天跟今天連續召喚兩次專業會議做任務分工 也對這些被害的家屬指定我們去做查訪了解這些食品這個進入情形 那我們會根據這些機先保險的這些的證據 還有這些我們查網這些資料會進行去做分析 除了是不是在衛生單位調查這個是一個是不是一個毒品的一個食品案件之外 我們也不排除是有人為的因素方向來做一個調查 那我們會盡速依照這些資料來持續分析 找出盡快來找出真相 那以安定民心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各局處 目前在針對保陵案件所處理最新進度以後續作為 那現在是不是我們就請 各位媒體朋友有問題可以提問 東森提問想問一下說這個南港的中盤商就是他主要是在供應什麼那為什麼現在還是沒有辦法公佈他們的名稱這邊的考量是什麼 好謝謝提問 好謝謝提問 那我們南港這個中盤商網下 所供應的這個果仔條 或者是河粉 那我們已經請他們相關食材的作業暫停 那所以 市民朋友不會再吃到 果仔條這個有風險的食材所做出來的東西 因為 我想這個營業的店面它還是有其他的 的作業可以進行 然後那而且他 針對衛生局的要求 有風險的食材 已經全部都暫停了 所以我想 一個應該不會 讓市民朋友 再接觸到有風險的果仔條 那個 剛剛局長有提到說保陵在食品藥物的平台有漏登了一間店那想問一下說這間店的位置是在哪邊然後賣的是什麼樣的餐點以及說 去積茶的時候 時候是否還有營業那可能會影響到多少人用餐以及說針對這部分會不會開罰開罰多少錢謝謝 目前可以得知的訊息是這家店叫做馬來西亞風味蔬食 酒館 那他在今天的中午都沒有公餐今天就已經停業了 那是因為在昨天今天早上的時候我們發現他漏登了一間 那我們至於剛剛提到的會裁罰多少錢 我們會再做一個綜合的評估那根據史案 最高是300萬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社會重大事件造成傷亡 非常嚴重的事件 那所以 考量到這麼大的風險可能我們才把金額會會採取比較嚴格的方式來進行 昨天他還是有營業 昨天晚上他還是有營業 這個我們可能還要再評估 但是因為也涉及到總公司 他在跟我們說明的時候 他不只漏燈他在跟我們說明的時候也沒有說明到這家店 那所以我們對於這件事情會採取更積極嚴厲的手段來處理 是的 信仪 昨天提問 保齡預告說營業到三月底 那網友說就是恐怕有沒有部分要清庫存 想問衛生局說是否屬實 另外保齡的創始的咖啡店 其實也被說這個衛生條件很差 想請問回應 第一個問題有提到說 它是不是在清庫存 因為整個案件已經進入 所謂的司法的一個檢調程序 那我們可能在這個 涉及到這相關的案情的部分 我想由檢調去判斷 是不是在清庫存 那關於您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機查人員去看到的 它的衛生的條件是不佳 在第一次機查的時候 在3月2日我們機查的時候 就有註記 這個我們有發新聞稿 上面就提到它的環境不佳 我們那時候就已經限期勒令改善 那在馬街醫院發生這個 1999禁限之後 我們隔天25號又再機查一次 還是這個環境的問題 我們更嚴格的要求 請它要改善環境 這是我們在流程上都有做到的 好 問一下 想問一下 因為這一次的食物中毒 是比較屬於新的樣態 那不是過去 就是可能一間醫院有兩例 或者是馬上有死亡 就可以立刻通報的 那今天早上在行政院會 有跟衛福部討論說 像這種新型態的食物中毒 未來可能有通報機制 會比較不一樣嗎 那另外是說 北市府這邊是第一時間 是什麼時候來通報中央的 因為像是北一他們有兩個重症嘛 但是不知道說 他們是什麼時候回報衛生局 然後衛生局再來通報中央 好的 謝謝您的問題 那我們 首先在24號 我們衛生局接獲通知之前 我們衛生局接獲新北通知 我們就去進行機查 那在機查結果我們一路都是 因為新北開案了 開了這個食物中毒的案子 我們延續這個案子 我們延續這個案子 所做的機查都陸續的在往 往這個系統 PDMS的系統去通報當中 所以我們持續的接到案例 我們就有通報 那包括說到25號 我們機查結果也是上這個案例 去做登錄說我們機查結果是怎麼樣 那包括說接下來的這個26號 我想媒體朋友都知道26號有出現星光 有出現這個所謂三種 還有出現台北醫學大學輻射醫院的通報 Invisalign is better oral hygiene 那個是由中央所建的一個平台 叫PMDS 那只要他開了食物中毒的案子 以後相關的案例 我們結果什麼 或者是衍生的這些案例 都會進這個系統去在這個案例之下 持續的登錄 好 佩玉 想先請教那個衛生局長 那因為現在早上的時候 王秘書好像在院會有提到說 其實在24號的時候 就已經接到這個有通報了 那不是26號 這個時間也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 然後另外包含說 這個像有其他的醫師就點出說 好像問題可能在炒果條 本身可能是沒有問題的 反而是調味料 那目前在調味料這邊 有進一步會來機查嗎 然後另外想要再請教一下警察局長 因為目前有查扣接生器跟證物 那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 這主要的目的 那接下來會怎麼樣的來進行查辦 好的 那謝謝您的提問 那剛才時間續的話 我再一次的說明 那個3月24號的時候 我們在11點45的時候 由新北通知 他們發生了食物中毒的案例 那這個案例呢 他有曾經在台北市的保齡用過餐 那我們在24號的下午5點就完成機查 去把相關的環境做一個評估 該採檢的包括刀具 砧板 還有這個所謂人體的這個生物機震 包括廚師的這個手部等等 都做這些處理 然後我們在25號也持續的登陸 那25號因為在24號晚上1999有進線 提到有食物中毒死亡的案例 那我們做了兩件事情就是隔天 我們也立刻再度派員去現場做機查 跟請他即刻改善 並且聯繫據聞 是在馬街醫院死亡這個案例 他到底死因是什麼 大概的情況 那陳如我們之前在記者會 已經跟室女朋友說過 這個馬街醫院的報告是 提到他是到院前死亡 到院前死亡 那到馬街醫院的救治的過程當中 馬街醫院耗盡了非常大的心力 讓他的呼吸心跳恢復 然後送到加護病房 當時在25號的晚上 下午的時候他還是死亡 那我們看到馬街整個的過程當中 馬街醫院並沒有有機會去判斷 他是一個食物中毒的案例 因為到院前死亡 再加上他進到馬街醫院以後 非常快速的因為肝衰竭 敗血性休克就死亡了 所以馬街醫院並沒有就這個個案的部分 來通報食物中毒 那這是時間序上再跟各位說一個說明 那至於剛才提到的一個調味料的問題 我想剛才市長已經非常明確的指示 我們不是只有針對國仔調而已 我們不只針對調味料而已 還包括其他配套的食材 我們都迅速的掌握 那我們會針對這些食材的部分 還是進一步的來看他上游的供貨員等等 我們現在課正在離心當中 還有進入北市的相關的一個地點在哪裡 我們還還在離心當中 那有最新的情況 我們都會該停止作業就會停止作業 那我們會進一步的再來跟各位說明 好 那我想警察局這個部分就是檢警 應該是要確定死者解剖完的這個毒 是什麼樣的毒 那我們檢警現在這個動作是做保全的證據 以免這個證據去做消失 那我會對這些證據來做分析 是不是除了是食品以外的 是不是有人為了這個因素 以便於這個做後續的一個偵查 挺狠 想請教因為剛才市長跟法務局都有提到說 如果家屬有意願的話 會協助提假扣牙 那目前有出估金額大概是多少嗎 那另外想問的是因為現在就是 還有新的案例在爆發出來 那會不會規劃說以後就是像 比照可能過去疫情的樣子 就是每天公布新的個案 讓這個民眾可以知道說 出現什麼樣的症狀的話 他們應該要主動就醫 以及可能在外食上要避免去哪些餐廳來用餐 謝謝 就金額的部分 因為其實今天律師在跟每位家族聯繫 那因為這一次跟上次基態不太一樣 上次是財產上的損失 所以這一次所有的流程 我們都是尊重家屬 但是我們提供所有必要的協助 還有相關的經費 以上 好謝謝 一提原因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市長剛剛說社會局會發放慰問金 請問一下慰問金的金額是多少 目前發放給幾位 另外還有想問一下法務局 關於保險過期的部分 最高可以開罰多少錢 因為律師又有人今天說會通知你們 最高可以開罰到三百萬 你們有沒有評估金額 會不會就是三百萬 好 保齡案還在持續的擴大 那北市府也開了記者會 強調會來清查保單 絕對不會讓保齡脫產 同時也會成立個案的治療